當然剛剛也特別講到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除了總統之外 還有派系 到底新潮流在這中間裡面 扮演了多大的影響力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個派系感覺比總統還要大 比行政院長還要大 現在派系放話壓垮陳吉仲 是最後一坑稻草嗎 最妙的是 前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 他跟這個陳吉仲 兩個人麻吉麻吉 因為他們都是學界出身的 都是社運出身的 情感很濃厚 詹順貴說 面對敵人我不怕 最可怕的從來都不是 前方來的敵人 而是同一個陣營 在背後捅刀 扯後腿的同志 到底是誰 大家還在踩 他告訴你答案 這個人就是鄭文燦 鄭文燦說 陳吉仲 你政務官就要為政策負責 你要他走人 最大派系 他雖然沒有講誰 大家知道是新潮流 新潮流已經不再尊重 總統跟行政院長 有人基於農業部長的位置 那麼久了 好啦離開也好 血這麼白 但撐不久 很快他就把它刪掉了 那被點名這一個最大的 背後的這個 捅人家一刀的同志 就是鄭文燦 他確實有第一時間 板著臉說 陳吉仲 你還是要對外說清楚 然後今天陳吉仲離開了 他就另外一個 他說陳吉仲 從主委做到部長 評價很好 政治的扭曲是不必要的 這個不過確實人家走了 你也不能再說什麼 也只能這樣說了 然後另外一個早上跟下午 大家會格外注意他的 是賴清德 因為根據吳子佳透露的民調 在這個禮拜 淡的這個事情 已經讓賴清德 民調一口氣掉了7%這麼多 幾乎是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 才會跌到7% 賴清德動不掉了 到底是不是因為 他最後真的沒有辦法忍受 他再留下來 所以他最後就是施壓 不管怎麼樣 好 那陳吉仲下來 英系蔡英文不爽 沒關係 我們連新潮流的 這個林聰賢 我們跟著下來 你的狗掉下來 那我們肥豬也把它掉下來 昨天有網友這種評論 好 那賴清德 早上被問的時候 陳吉仲請辭 是不是要挽救你的選情 笑笑的 很開心的走過去 很久沒有看到他 被記者賭問的時候 是笑而不打 笑得這麼燦爛 到下午他到中常會的時候 他稱讚了陳吉仲 他說陳吉仲辛苦 展現了政務官的精神 過去為台灣的農業 貢獻這麼多 但有人講說 既然貢獻那麼多 又展現政務官的精神 何以要他離開呢 這個就要請教楊敏 首先第一個 就我的了解 你知道今天農業部 是警備身炎 怎麼說 今天早上很多農業部的 公務員去上班 以前就是大家 因為現在很多上班 都還戴著口罩 就這樣進去刷個卡就進去了 今天所有的 前面樓下的保全 都會要求大家把口罩拿下來 要確定你是自己人 才可以進去 怕人家鬧事嗎 對 因為今天是陳吉仲 最後一天上班 最後一天幹嘛鬧事 他都要走了 怕有人混進去抗議或幹嘛的 所以今天 第一個就是農業部今天 警備身炎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聽到的消息是禮拜一的晚上 就禮拜天那個烏龍什麼請吃 那個就過了 就算了 可是禮拜一的晚上 最後服務院黨還是打成一個共識 就是陳吉仲要在這個禮拜離開 禮拜一的晚上也達成共識 可是陳吉仲看起來 他禮拜二沒有照這個劇本走 因為他也不斷的開記者會 對 不只是先去跟民進黨的 團的總召報告 他鞠躬也都針對抹黑的事情 然後他都沒有針對 他說一整天都沒道歉 他到現在都沒有道歉 你看如果他昨天 他知道自己要吃 他昨天傍晚的記者會 一句話都沒有講到 他要走人這件事情 你如果真的 你就覺得你是一個壯士斷丸 你要有這種風消消息 溢水寒 然後那種一去不復返的那種精神 你就在記者會講清楚說 很抱歉 我今天講清楚了 我要離開 沒有 結果他記者會結束 表示那個時候 他都還沒有要走的意思 還在掙扎 結果晚上 所以他是記者會結束說 接到訊息了 連家要我走了 趕快寫臉書這樣 我認為他最後 應該就是有人拜託他 你一定要離開了 然後所以最後就是8點 可是他很厲害 5點半的記者會開到6點多 2000字 他瞬間一下就寫好了 我認為那個是早就寫好的 是喔 隨時可以上 我跟你講這個很多政務官都是 要離開的時候要寫什麼 早就已經準備好 只是最後再論一下 所以我決定請辭什麼 其實格式差不多 你不用講說我決定哪一天請辭 好 可是重點是在於 陳吉仲一請辭 林聰賢跟著發臉書請辭 那就表示這兩個人 禮拜天的時候只有陳吉仲 為什麼到了禮拜二 變成兩個一起辭 那就是 我跟你講這個就叫做政治處理 就派系的平衡 你就會覺得很像雲豹的董事長 前董事長賴靖林 他辭掉雲豹的 你看後來在野黨要打雲豹 沒有啦 這個議題就在很多的 爭議事件裡面 瞬間消失 所以現在民進黨很簡單 賴清德的邏輯叫 一降功成萬骨枯 任何人會影響到他選舉的 這個會有負面影響 就會很快速快刀斬亂碼 而陳吉仲跟林聰賢 這一次就是被斬亂碼 其實他有點考慮到平衡的問題 就是讓這個事情不會 因為你陳吉仲走了 劍拔就會輪到林聰賢 兩個一起走 大家根本連真相都找不到 我現在還聽到連農業部的 畜牧師的那個司長 原本是林聰賢的機要 他也要一斗 動得這麼大 但是我要請教 繼續請教雅敏一件事情 因為林靖儀昨天 其實包括謝忻 他有一些臉書上的發言 後來都遭到很多的反噬 林靖儀他說 其實你看只有陳吉仲 很認真的對外解釋 很多人都覺得事不關己 都沒有幫忙澄清 有人很害怕 那如果幫忙澄清 會被親朋好友罵 你是1450 不如掃一試 可是我們在追查彈的人 也被罵紅媒 境外勢力 什麼共民者 我們也沒在怕 如果你覺得對的事情 何必怕人說 怕人家說你是1450 上是王必勝 他就什麼都不怕 他跑去戰瞎陳吉仲說 陳吉仲請辭是政務官的典範 有人講說 這日報不是證實 秦剛的婚外勤嗎 這個有人說秦剛可能會覺得 王必勝是他的典範 楊小三的典範 還可以升官 還有包括我們可以看到有個新聞 今天是台電的代理董事長曾文生 他在講他在做綠店的時候 遇到外界很多的質疑 做得很認真很辛苦 可是大家就不斷的罵他 就像陳吉仲一樣 所以講到像陳吉仲的時候 他就兩度哽咽了 可是剛剛好就這麼剛好 同一個時間 國家地理雜誌選出了這一個 地方組的第一名的照片 大家看得非常震驚 他在一片荒蕪的光電板裡面 已經荒煙漫草 全部都攢滿了雜草了 他說荒廢的太陽能板 人類離開之後 逐漸的被自然給收復 被蔓延的植物跟塵土給覆蓋 不會收復 他會造成嚴重的污染 這一張照片得到了 今年地方組的冠軍 我不知道該哭的到底是誰 還有另外一個哭笑不得的 之前徐曉星不是被高嘉瑜酸 他是足科工程師 要一顆一顆檢查 這一些雞蛋嗎 結果現在陳吉麥 跟其他綠營縣市 做法不一樣 他特別積極 他說現在我們調查 每一顆蛋都要算清楚 請教楊明 我們就先講 其實詹順貴跟曾文森 跟陳吉仲 他們都是小英 第一次執政的時候 2016年的時候 他們都是所謂的 用社會形象人士入閣的 次長級 就是像那時候 陳吉仲是農委會副主委 然後詹順貴是環保署副署長 曾文森到時候 應該是在經濟部的次長 所以就是他們其實 我覺得有一點那種革命情感 同一個世代 對 所以他們彼此可能覺得說 共識這麼久 所以他特別有感覺 我們就尊重 曾文森次長的眼淚 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但是林靜宜他講這句話 其實1450 大家想到跟農業部會直接連結 就是不要忘記了 農委會發明了1450 這個用政府機關養網軍的 這個始祖就是農委會 比祖 陣統 對 那個時候 陳吉仲是副主委 那個時候的主委叫林聰賢 也是昨天請辭的人 好 所以我說不管今天怎麼樣 這些事情我覺得 總會這個但的事情 在陳吉仲 林聰賢 我剛剛講了 他們這些相關的人 都離開之後 你看禮拜五 你就可以預示到 在野黨問什麼 陳建仁就是招牌笑容 還比OK 然後會跟大家說 我們都會 不是 他比大拇指 他就會說我們積極來處理 然後我們都會好好的說明 然後我不懂的 我就請代理主委 這時候請問在野黨立委 誰會在乎那個代理主委是誰 所以但的問題 除非後續有更嚴重的 食安的議題 否則我認為 後續可能要再打不容易 國軍有出現一個 很嚴重的管理的問題 我們居然在海軍有中式 拿狼頭去打忠孝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